美国防务新闻 美国防务新闻 2019年中马王才会投入战备值班 该机装备三台T408-GE-400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为7500轴马力 全新设计的驾驶舱 使飞行员能够快速获取最新的数据 并轻松操作这架重型直升机 CH53K最大的鹤为16吨 机舱内部长2.74米 高1.98米 可以运载一辆汉马 最大飞行速度330千米每小时 机腹的吊挂位置增加到了三个 可以在一次任务中 吊运三种载荷 CH53K完全符合美军 对于重型直升机的所有要求 CH53K的服役将大大缓解美国海军陆战队重型直升机方面的不足 要知道现役的CH53E超级中马机队 已经服役了40年 急需更新 CH53K重型直升机性能出众 价格更是高昂 据称其采购成本达到1.4亿美元 比F35战斗机的1.22亿美元还要高 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在费兰13年内采购200架CH53K重马王重型运输直升机 以满足两期作战